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月26号吧,初五啊 今天跟大家讲点什么呢 天天这么讲啊,好像也要该讲完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东西想讲,觉得有意义的 就是说,特别B站的小朋友不是说我叫憋哥吗 一直说憋哥,憋哥,憋哥 我一直叫大家憋哥是吧 然后呢,其实呢,我呢,会提示风险的 就像一个大周期一样 这个大周期8年没有到 8年到了,对吧 1999年,2007年,2018年,78年 反正就是78年这个时间段 到了2023年,2022,2023这个时间段 它必然会来的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春夏秋冬 它必然会更替 但去听哪一天不知道 对吧 你说这个春夏秋冬太小了 对吧 那么我们说大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天下 王朝更替,不会超过300年这个规律 对吧 那么你能清却到哪一年吗 不能 但是大的方向呢 300年不会超过的 它就会更替 对吧 那么股市也是一样的 你说中国股市不会更替 只有美国股市人家会更替 那就好像你在2000年说 中国房产不会涨 只有人家美国房产才会涨 日本房产才会涨 中国房产绝对不会涨 到底是一样的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段快要到了 我很清楚这个时间段快要到了 这个时间段已经憋了七八年了 这一波的上去 90%以上的 只要你没选错票的 都会不亏 赚多少 那是运气 还有你自己的把控力 所以我一直做别格 对吧 从2000年到 刚开始做自媒体 19年底吧 对吧 到现在差不多三年了吧 是吧 这三年你去把那个K线图缩小了 看的话 它其实没有跌 它其实是一个波浪式的上涨 大的波浪上涨 你去仔细看 从2018年年底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波浪式上涨 底部一直在太高 对不对 好吧 到哪一点呢 我会提示风险呢 最起码我个人认为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最起码到5000点以上 为什么 上一次5178 就2015年的最高点是5178 这个5178呢 一定要破点 不破的话 它吸引不了人进来 懂我意思吧 6124破不破 再说 5178它一定要破 因为这个次高点不破的话 它吸引不了 银行里那么多几万亿的账户进来 或者说 它吸引不了那去年增长的 18万亿储蓄存款的大部分进来 它只有先破了5178 它才能够把那个去年增长的 18亿的储蓄存款大部分吸引过来 这是大头 这是它的主攻方向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明白了吧 所以说你要从大战略去考虑 对方是怎么想的 然后你再自定你作为一个个体 一个散户 应该去 这么玩 好吧 嗯 这个是第一点啊 然后再说什么 那个继续啊 刚才换个地方换到小区里面了 刚才有个大爷坐在我旁边坐下来 他休息一下 然后然后看着我 看着我 我怎么录得出来 对吧 嗯 刚才说哪 就5178 对吧 5178一定会过的 5178不过啊 它吸引不了大部分的人的存款进来 因为它这个盘 它的目标是全国所有居民的存款 它有它的大方向 我说过 它的大方向不是为了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它还要控制超发的货币 对吧 超发的货币要收拢 怎么收拢 对吧 就玩个游戏呗 你们明白吧 那么 5178如果过了以后 才会有新闻报道 啊我们现在的股市啊 超过了2015年了 最高点已经破了 历史最高点 6124就一步之遥了 这种新闻词我都给他们想好了 然后呢 很大一部分 现在根本就没有看盘 或者说根本脑子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去炒股的那一群人 他就会蠢蠢一动 他就会行动起来 因为银正转账 它只需要一天就可以 是吧 只要新闻连续报道几天 然后指数再配合上涨 那么去年增加了18万亿 包括往年沉淀在各个银行里面的几十万亿 都会陆陆续续进来的 我们中国的A股现在的总市值才多少知道吗 很多数据你们都不知道 80万亿 总市值只有80万亿 你知道吗 你会想啊 80万亿啊 进来18万亿 差不多四分之一 那么所有股票就涨25% 瞎说 四分之一的量如果进来的话 整个市值的四分之一量如果进来的话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好比一个装票 它的市值如果只有27亿 如果它有5亿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20亿的市值 做到100亿 甚至200亿都有可能 你知道吗 这个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前面说的逻辑就是一盘大棋 这盘大棋不过5178 它是下不来的 因为它达到它最终的一个大的目的 大的目的 什么目的 我就不方便说了 对吧 这个视频公开的视频不好说 就为了一个大的目的 这个目的 反正就是维稳嘛 为了社会稳定 其实也是为了社会稳定 对吧 好说清楚了啊 其他要说什么 再说点那个心态方面 我们很多那个 读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 我们的老入中的三字经啊 其实很有用的 我今天就解释一句话啊 你读一些历史也好 读一些名著也好 读一些那个古话也好 你要把它联系在你的生活中 你的工作中 或者说你现在炒古 把它联系在炒古中 那么对你的实际是有帮助的 对吧 我举个例子 三字经里面有一句叫 性相近习相远 对吧 这句话那个 台湾的叫 曾世强老先生他解释过 对吧 他解释就很有道理 我们的每个人的人性 差不多都是相近的 但是因为习惯把我们拉远了 我们习惯不同 有些人早期早睡 对吧 每天制定好计划做什么 若干年以后 他的生活就和别人不一样 对吧 为什么呢 你以为他的命运也好 很多人就说命好 命好 不管 对吧 其实呢 使人家的习惯改变了 我们 因为我的习惯告诉我 不用去看盘 我一直跟我说不要去看盘 要看也是静态的看盘 要复盘也是静态的复盘 11点半以后 三点以后再去看 我这个习惯导致了我心态 要比你们好 不看盘 我就不会被这个跳动的数字所干扰 其实我的那个心性 人性和你们都差不多的 就是因为我的习惯不看盘 这个习惯导致了我在 这个行为上面感觉 比你们更有定理 懂了吧 包括很多 你说 比如说我们说超短的 短线对吧 有些人只做龙头 对吧 他的习惯就只做龙头 有些人习惯就只做两版 两版以内的 手版和两版 那么他的习惯 就导致了他亏损少 为什么 因为他习惯 不是他的那个悟性比你高 而是他的习惯导致了 他出错的概率比你低 明白了吧 很多都是习惯 习惯导致了他在某一个 特点上 或者说某一个技能上 比你厉害 不是他的天性比你厉害 而是习惯导致 所以你要尽可能去养成一种 你认为的好习惯 你要去做 做了以后 你才会有实际的收益 这种收益是体系在生活方面 财富方面 精神方面 等等各方面 包括运气 包括交际能力方面 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 好吧 这个自己去悟 你学到了一句话 我们就现在就说这个习惯问题 你学到了以后 你把它融会到你生活 学习 理财 赚钱 工作 交往各个方面去 你要会出类旁通 这样才会有提高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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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